哈囉,各位觀眾朋友,我是楊,我們現在打一下九瘋王的再二級 這邊來幫大家實戰測試一下這次的一趴大獎有多強喔 完全不用帶腐化龍科啊 那這邊的話其實也是虛擬歌手簡易配置啊 因為這關有五屬級,所以我們還是要帶一個會追打五屬的傢伙出去 那我這邊選的是斯特林 那龍科的部分呢,這邊故意幫我帶錯的那一個 因為帶錯的那一個在第一關的二血三十字會非常的好用喔 如果是轉水出來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總之這邊是我的配置,如果你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喔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來第一關 好,第一關第一到二回合我們就是大力轉,然後去讓他快速進到樂模式喔 只要累積達到39C,他就會進到樂模式,所以這邊我們就是要快一點 好,那消水的話又有加C的選項,所以這邊我們可以把水珠多消一點喔 好,這樣第一回合就17了 好,那龍科全部都是攻擊次數,所以兩回合之後就可以開了喔 好,這邊我們再一次 好,不用去在意那個強拍喔 那個現在用不到 好,沒有水或是卡水珠喔,記得趕快就是抓角色珠來補一下 不然沒發動到攻擊,什麼都是免彈喔 好,這邊已經進到樂模式喔 好,那第三回合我們就大力轉,然後不要去手銷到暗珠 好,其實還沒有進啦,不過這邊沒關係,我們等一下轉完就是會開龍科 好,那大力轉的這一回合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強拍喔 好,OK,那我們去把龍科打開 好,有,這邊進到樂模式了 好,這邊的話就至少轉到7000啦,他那個版面會比較漂亮一點 啊,只是說你沒有轉到其實也不用擔心喔 因為那個,等一下我們還是要開牌珠去排三組十字 好,這個歌曲大家就自己開聲音聽,我這邊不方便喔 會被抓版權 好 對,他轉錯的出來就會非常的漂亮 啊,如果是轉水出來就會比較麻煩一點喔 好 來,接著二血這邊的話我們就開復銷 好,虛擬歌手這邊CD-9就直接跳起來了齁 好,來,接著我們開牌珠,然後我們去排到三組十字就可以了 好,就把三組十字排到位即可 好,這邊等他秒速到齁 OK,來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三條血這邊的話一樣我們再開個牌珠 去無視他的工錢齁 好,這邊你可以把他路過去變成機械竹符石 好 這樣,OK,這樣轉個職行吃個昇華,好 好,這邊平均那個C數應該是八十幾起跳齁 好,這邊到八十六 好,這邊就直接錘過去 好,接著來到二血 好,第二關啦 好,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先轉兩回合 然後去把五屬的珠子弄出來齁 所謂五屬珠子,可以撇除掉水不用啦 然後剩下我們就是 火木光暗稍微去把他濾出來這樣子 好,注意灼熱地齁 因為水還會天降,所以沒差齁 好,這邊再一次 把比較多餘的珠子弄掉 OK 好好好,那個灼熱地,對對對,要小心要小心 好,剛剛一個太嗨齁 好,兩回合之後呢我們就開復銷 好,那個熱魔士之後 應該說達到三九康之後啦 虛擬歌手一回合也會當兩回合在撿齁 好,接著我們開牌珠 然後去把五屬牆排到就可以了 好,看一下喔,水火木光暗 好 水 火 木 好,一樣注意灼熱地齁 不要熱擊深杯 OK 好,這樣OK 好,來這邊就直接吹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二血的部分喔 這邊的話我們就是 那個兩回合大力轉就可以了 好,其實也不用大力轉啦 那個 反正就是要打掉二十下齁 好,那假設真的都很倒楣 兩回合都只讓機械動力追打到一下 還是可以逛過去 我有幫大家試過齁 所以不用擔心 好,這邊我們抓個強牌 OK 好,這邊傷害大家感受一下下齁 好 好,這邊就直接吹過去,完全沒有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第三關這邊的話我們要開斯特林去追打五屬了齁 好,來,接著我們開水二獎 好,然後我們開牌珠 好,這邊的話就至少排到那個7C齁 好,其實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好 因為要手消7C,斯特林才會追打五屬 這個要注意喔 好,這邊牌珠時間很長齁 坐牢 好,那斯特林追打五屬 OK,後面傷害就灌過去了 好,又打破罩了齁 來,接著來到第四關 這個就是快樂的核心系統 我們先開復銷齁 好,來,接著左上角我們先點右邊 點右邊就好,指定核心齁 然後接著我們就是來回走路扣血 不要轉到全體 或者不要消到電擊都可以 好,我們就把他扣到剩下1 好,來,接著第二回合我們再做一次一模一樣的事情喔 好,這邊再一次 好,回血的部分大家不用太擔心喔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基本上隨便回隨便滿喔 好,接著第三回合呢 就是再做一次一樣的事情 好 好,來,接著第四回合 好,第四回合這邊的話就是核心張開了 那我們先開那個 這個叫什麼 深海少女啦 先一回合去把他電擊珠處理掉 好,這邊的話我們先一回合送他 好,深海少女也是很會降喔 你看我1C然後這邊是到93C 好,接著第二回合我們就要開復銷了 好,然後我們開牌珠去把那個10COMBO排到位 好,他有限制步速齁 好,注意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 我們牌珠要加速結束 就是把這個步速用完 好,來這邊就直接錘過去 好,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第五關這邊的話要手銷全部的新珠 所以如果你有卡珠記得先綠一下 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直接開牌珠 然後我們抓那個樂出的角色珠 放到格子裡面去 然後去手銷全部的新 好,OK 把它塗成機械牆 好,那這邊也是直接灌過去喔 好,接著來到第六關 第六關我們先開深海少女去把那個 風化珠炸掉 來,接著我們開水二獎 好,那這邊我們就大力轉就可以了 啊,沒有抓到強拍 好,沒關係 好,5G 好,剛剛有說深海少女很會降喔 所以這個傷害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好,這邊又到97康了 好,那個強拍還是有點重要 好,不過沒關係啦 有帶走就好了 好,接著來到那個 接著來到這個是第七關 又是快樂的核心系統 我們先點左上角一樣指定右邊 好,這邊來回走路扣血 不要轉到全體攻擊喔 好 好,接著第二回合這邊我們先開副消 好 好,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第一回合可以先開個牌珠啊 先去把那個 版面做一個大整理 好,接著第二回合我們再大力去轉就可以了 好,等一下喔 我想一下這個版面也太討人厭了吧 好,我們先去把它處理一下喔 我想一下怎麼處理會比較好一點 好 因為剛剛風化的關係 所以這邊現在變得小尷尬的那個版面 好啦,就先這樣吧 不然也沒辦法了齁 好 好,等一下第二回合我們再大力去把10C轉到位就可以了 好,這邊的話我們再開一次牌珠 然後去把10C轉到 欸,原來他會幫我把那個 鎖定解掉 我剛才想說 要去把它 消掉可惡 結果原來沒事嗎 好啊,這邊就是大力去把10C排到齁 好啊,一樣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 好,結果他時間先到了 好,這邊就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八關 好,第八關這邊就是慢慢把數字轉對就可以了齁 好,一開始是19 5 10 15 19 好,OK,我稍微疊住一下齁 好 好,這邊要注意混沌值喔 啊對,這邊不能用再爆發 是因為敵人有無法控制 所以我這邊就沒有開深海少女了 好,接著是21 5 10 15 好,21 OK 轉錯不會怎麼樣 他是越扣越強 不會追打的那種齁 好,之前有跟大家說過啊 數字盾只要遇到那種 越扣越強或者是越攻越強 他多半是不會追打的齁 好,這邊我們開復銷 然後數字23 5 10 15 20 23 好 好,25的話你可以開牌珠啊 或者是23跟25你要都開牌珠也行 只是等一下二血還有那個對面指定要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比較適合牌珠一點點 好,我看一下25喔 25的話就是8C啊 然後7組3顆 最後一組4顆這樣子 好,看一下喔 3 6 好,看起來應該是OK 好,這樣子1,2,3,4,5,6,7,8 好,對嘛,最後一組還 最後一組還4顆 有有有有,沒問題 好,來這邊就直接錘過去 好,那接著第二條血就是轉到對面指定要的東西齁 這邊指定火木光 好,看一下喔 火木光,好,都有 那就可以直接開牌珠了 好,去把它全部消到齁 火木光 欸,好,這樣 好,這樣好了,OK 然後把它塗成機械牆 好,來這邊就直接錘過去,沒有問題喔 好,接著來到第9關 第9關這邊的話就開水2獎 然後轉5組一樣的珠子就可以了 這邊的話就是第一直行新珠喔 然後第二直行水珠 好,剩下我們就是去把它切開 這樣子,OK OK,來這邊帶過去 好,接著就來到王一 好,那這邊又是快樂的核心系統了齁 我們先開復銷 好,來接著我們左上角一樣先指定右邊 好,那這邊的話就是轉單體攻擊 然後不要去手銷到暗珠 好,那如果說暗珠真的太多 可以用深海少女稍微去炸一下下齁 總之這邊我們先轉單體攻擊 好 好,接著第二回合這邊的話 深海少女稍微處理一下下 好,然後這邊一樣齁 就單體攻擊就好 好,不要去消到全體 這個很重要 好,這樣OK 好,那最後剩下一點點的話 我們就小心空到單體就好了 好,如果真的不行 你這邊要開牌珠其實也OK齁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啦 好,這邊再一次 好,這樣OK 好,注意混沌值齁 混沌值齁 一定要特別小心齁 好,接著核心張開 好,接下來我們就是要去排到一個10C 好,這邊當然就是把牌珠開下去齁 好 好,最後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 這個也很重要 好,把牌轉直行 稍微吃個昇華 好,不要停在黑洞地裡面齁 好啦,那以上這邊就是水一趴大獎 快樂魔咒出英未來 好,過這個九風宅二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扑